第197章 功德 阴风吹得越发的猛烈了 刮得鬼丽与金瓶儿两人的衣服烈烈作响 他们站在镇魔鼓动的洞穴入口 看着前方渐渐显出巨大而身形诡异的凶灵 铜灵一般大小的眼珠在摆起中猛然睁开 隐隐有血红色光芒透出 凶灵巨大的身影笼罩了过来 目光落在了站在身下的那两个凡人 什么人 当敢来到此地 凶灵的声音猛地响了起来 雄魂震耳仿佛周围的山壁都为之震度 然而片刻之后 凶灵似乎发现了什么 正了一下 目光却是转到了站在鬼丽身旁 稍微靠后的金瓶儿身上 又是你 金瓶儿微微一笑 娇媚无限道 是啊 就是我 我们又见面了 凶灵怒笑了一声 声音远远地回荡了出去 仿佛在他身后 那个幽深鼓动里 也远远地回荡着他的笑声 你 为何又来此地 还嫌上次惊扰娘娘神像不够吗 金瓶儿正要说话 忽然听见身旁鬼力道 你可是当年追随玲珑巫女 深入十万大山之南疆七英雄中的 黑虎 金瓶儿愕然转身向鬼力看去 却只见鬼力面色漠然 看着那个凶灵巨大的身影 也几乎是在鬼力问出此话的同时 那个凶灵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下 仿佛黑虎这个名字 像是一记重拳 狠狠击中了他身心的某处 可 就算是化身厉鬼凶灵 就算为世间所弃千万年孤苦守候 却始终还是有那么一丝回忆 隐藏于身心中吧 你 是谁 那个凶灵浑厚的声音 似突然嘶哑了一般 于是才出现的情景 完全变了样子 鬼力望着那个被阴森鬼迹环绕的声音 眼中闪烁过复杂难明的光芒 缓缓地倒 当年 追随玲珑巫女七人之中 最后回去五人 随后建立今日之南疆五族 还剩下两人 则是当年追随玲珑巫女 时间最长的两位亲兄弟 黑虎与黑木 却没有回来 古老巫族传说 长兄黑虎忠心勇猛 二弟黑木坚忍之处 我看你对这神像恭敬异常 千万年来坚韧如此 化身兄灵而不悔 便猜你是黑虎了 可对 那兄灵漠然许久 目光凝视鬼力 鬼力在那兄弟目光之下 却是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正言与之相望 慢慢地 在兄灵周围的阴白鬼气 缓缓涌动 兄灵眼眸之中的血红之色 更是越来越浓 就连本来就阴寒刺骨的 这个镇魔鼓动入口处 仿佛 气温也越发地冷了 趴在鬼力尖头的猴子小灰 四爷有些不安 嘀嘀地叫了两声 你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知道巫族往事 那兄灵原本愤怒的声音 似乎突然变了样子 声调中 有说不出的 冰冷 鬼力 却似乎什么也感觉不到 只是看着那个巨大的阴影 道 世间人多半都是记不得太久之前的事情 却是终究还是会有传说 一点一滴流传下来 他望着那个兄灵 一字一句地道 今日之难将 巫族之后裔 还依然 有人记得你们 那兄灵的眼睛 闭上了 许久也不曾睁开 金瓶儿站在后边 眉头 微微地皱了起来 看了看那个兄灵 又看了看身旁的鬼力 这些所谓古老巫族 玲珑神像一类的传说 他一点也不知道 但看那兄灵的反应 显然鬼力说的 竟然都是实情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 魔教之中 更无人能比他 对这十万大山中 种种意识知晓得更多了 不料这鬼力 竟仿佛还有隐藏 而不被人知的事 他望着那个男人的身影 心中微微凛然 目光 却似更冷了 许久 阴风还在冷冷地吹着 头顶之上 黑云无声地翻涌着 冷风萧瑟 一片凄凉景色 在这一片静默之中 呼得那凶灵黑虎 猛然抬头 仰天长笑 声音凄厉 仿佛有数不清的沧桑往事 静在这一笑之中 当那笑声 还在远山隐隐回荡之时 他已回过头来 隆隆之声 仿佛正是情怀激荡 却又终究是压抑了下去 多谢 那凶灵凝视鬼力许久 呼得微微低头 这般说的 鬼力面无表情 慢慢向后退了半步 合眼 微欠深 算是还了礼 凶灵点了点头 声调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的 想不到 这世间竟然 还有人记得娘娘与我们 不过我们当初追随巫女娘娘 闪入这十万大山的时候 又哪里会想到什么 千古流芳 凶灵的眼神 慢慢转到了阵魔鼓动洞口处 那尊助力的玲珑巫女神像之上 他的眼神 也瞬间变得温和起来 就连说话的声音 也似乎轻了许多 不过 你们来到这儿 想必 不是对我这个人不是人 鬼不似鬼的东西 说这几句话吧 鬼力 默然片刻道 是 我来此之前 虽然也曾听闻过巫女玲珑 与你们七人的传说 但并不知晓你线下的情形 也不知晓你会在这里 他抬头望向凶灵 缓缓地道 我来这里 我来这里 是为了这个洞穴之中的 兽神 匈灵巨大的身影震了一阵 那个名字竟仿佛连他也是为之感的恐惧 但是 匈灵的目光并没有传过来 只是停留在那尊神像之上的 你们找他做什么 鬼力淡淡地道 我们要找到他 然后杀了他 那匈灵猛然回头 盯着鬼力慢慢地道 就凭 你们两个人 鬼力缓缓点头道 是 凶灵周身的白色鬼气 转动的速度 似乎突然快了起来 看上去 他的身影也有些模糊了 半晌 只听他冷冷地说道 不错 兽神 的确就在这阵魔鼓动之中 金瓶的身子一震 脸上忍不住略过一丝喜色 鬼力 却没有多少欣喜的表情 还是望着那个凶灵 那凶灵也正看着他 忽然道 我看你的衣着服饰 应该不是南疆土人 当时有中途来的吗 鬼力点了点头道 正是 凶灵沉吟片刻 阴森鬼气之中 仿佛见他的神情变化不定道 你可知道 我为何守护在此地 鬼力道 不知 凶灵道 我自然是为了守护 娘娘神像 但除此之外 卧在此守卫 一来是不容外力 复活此妖孽 二来 也不欲 无知之人 进入送死 你可明白 鬼力点了点头 那凶灵 惨然一笑道 可是我终究 还是辜负了 娘娘的重托 被 被哪个畜生缩骗 诸成大错 妖孽 附生 天下 生灵涂炭 他说到后边 声音 也渐渐地低了下去 随后 凶灵 似定了定神 又道 我本已经 绝望了 想来世间 更无人可以阻挡 这妖孽 祸害 苍生 不了前一段日子 他竟然是重伤而回 冲突 人杰地灵 竟然还有高人 可以重创于他 实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鬼力的眼角 微微抽搐了一下 呼得冷笑了一声道 哼 你也 不必太在意 受神虽然败了 但击败他的人 也未必 便好到哪儿去了 凶灵 微微一正 不知鬼力此言 是何含义 但此刻也懒得深究道 能除去此妖孽 自然最好 我有此心 不下数千年了 只恨纵然他当日 尚未苏醒之际 我一样奈何不得他 你们来自中途 或许能做到 也未可知 若当真成功 那凶灵 周身的鬼气 豁然一收 瞪大了巨眼 大声道 我当替娘娘 才此谢过你们了 说吧 他缓缓地移动身子 让开了一条路 露出了他身后 那幽深而不见底的鼓动 鬼力向那洞穴深处 凝视了一眼 转过了眼去 向那凶灵 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凶灵 也正在凝视着他 鬼力缓缓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 慢慢地走了进去 路过凶灵身旁的时候 趴着他肩头的猴子小灰 忽然抬起头 有些好奇地 向着那个凶灵 巨大的身躯看去 三只眼睛一眨不眨 那个凶灵 忽然对着鬼力的背影 大声地道 还有一件事 你要当心 当日受审 并非一人回来 除了他身旁 恶受饕贴之外 还有一只妖孽 道行极高 你千万要小心 鬼力的脚步 停顿了一下 道 据我所知 他手下十三妖兽 都已经全军覆没了 那凶灵摇头的 不是那十三兽妖之一 在此之前 连我也从未见过 那只妖孽 你一定要小心 鬼力缓缓点了点头 向着鼓动深处 继续走了下去 随后 金瓶儿也慢慢地跟了上来 两人一猴的身影 慢慢地融入到黑暗之中 在阴影的深处 摇晃着前行 缓缓的 却终于是再也看不见了 那个凶灵的身躯鬼气 也渐渐模糊了起来 但他巨大的眼睛 却一直盯着那个洞穴 深处的黑暗 呼的 他向着那最深黑暗之地 发出了一声如惊雷般的巨吼 那狂呼 如红涛排山倒海一般轰然而去 甚至连那凛冽阴风 竟也为之倒流而回 坚硬之急的岩壁 轰然作响 如天崩地裂 那一片狂笑声中 凶灵巨大的身躯 缓缓隐没于黑暗里 只是 在凶灵消失的同时 他却并没有注意到 在镇魔鼓动之外 那尊神像的背后 隐隐闪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 正是当时 侧洞南将五族内乱 抢回了五族盛气 将受神 复生的 黑暗 黑色而宽大的长袍 如往日一样 笼罩住了黑暗全身 散发着阴冷之气 只是他的眼眸之中 却是闪烁着极其复杂的目光 望着那震魔鼓动的深处 当那个凶灵 也是他曾经的大哥消失之后 他才慢慢地收回了眼神 重新地 却是落在了他身旁 那尊玲珑巫女的神像之上 色色阴风里 他 似也在低于 娘娘 与此同时 焦黑色的山峰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了 显然指点 哎呀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几两银子一位 每位看向的客人 收五千银子 可是你这倒好 这几日你蹦着跳着往上涨 五千涨到了一两 过了一天变成二两 前一天变成了三两 今天倒好 你干脆直接叫五两了 小环 小环走到了周一仙身旁 上上下下 仔细地打量着周一仙 周一仙 被他看得有些发毛 退后了一步 干咳了一声的 你这小丫头 有啃人吗 小环 不去理会他 伸手却是 探想周一仙的额头 周一仙 吓了一跳 又退了一步 让了过去 道 做什么你 小环呸了一声道 呸 你才伸伸叨叨的呢 我是看你有没有发热 脑子烧糊涂了吧 说着 他转头向跟在身后的野狗道人问道 道长 你说我爷爷他最近 是不是有些糊涂啊 因为此时正是白天 野狗道人 同往常一样 脸上围着布条 但两只眼睛 闪闪发光 十分明亮 此刻被小环一问 呵呵地笑了两声 然后立刻点头道 嘿嘿 啊 他 我是说前辈年纪大了 难免有些 放屁 周一仙在前边跳了起来 大怒 小环白了他一言道 爷爷 你那么激动做什么 我就觉得道长说的蛮有道理的 看你这几天的样子 只怕还真的有些老糊涂了 周一仙似乎特别听不得老糊涂三字 更是恼怒 怒道 你们这两个家伙知道什么 你们才多少年纪 知道多少人情事故 我这还不是 小环抢了 是吗 那你倒说说看 你为什么拼命成价呀 周一仙哼了一声 手中仙人指路竹竿一挥 向着周围稀稀拉拉那些行人指了一下道 你们看看这些人 还是我们一路走过来遇到的那些人 是不是 都是逃难的人啊 小环点了点头的 不错 大家都是啊 包括我们也是啊 周一仙治了一下 老脸微微一红 随其当作没听到的样子 小环有道 既然他们都是逃难的人 离乡背景呢 我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想着看相这回事 我本来还想 是不是该减价才对 可是爷爷你倒好 拼命地抬价 周一仙的双手一背 将竹竿置于背后 冷笑道 哼 按照你这么说 我倒是错了 可是你看这几日 找我们看相的人 是少了还是多了 小环震了一下 皱了皱眉 野狗道人却在旁边插了口道 哎 说起来 似乎这几天看相的人的确多了一些 周一仙又是哼了一声 面上有得意之色 对笑还道 你这小小的怜气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你吧 本来说 大难之下 人人背景一乡 是未必有看相之意的 但此番则大为不同 浩劫之大 万年罕见 天下苍生涂炭 人人自卫 谁也不知道 明天是否还能活着 在此异乡之下 由我这仙人般为他们指点迷进 岂非是人人趋之若鹜 小桓 低头沉思 两久之后 缓缓摇头叹息 面上却有一丝枉然 野狗道人 确实还有些迷惑 忍不住就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提高 看相价码呢 周一仙怪眼一番道 这等高深学问 我岂能教你 野狗道人碰了个钉子 那那的缩了回来 却只听身旁小桓叹了口气的 唉 这个 我现在多少明白一点了 野狗道人与周一仙 都是吃了一惊 周一仙道 哦 你倒说说看看 小桓耸了耸肩膀 淡淡的道 不外乎 是你料到天下人 人心惶惶 对资深性命都固执不及 又有多少人 联系身外财物啊 相反 你银两题的越高 寻常百姓 反以为你道行高深 不同凡响吧 哼 这些我本来都是不信的 不想 此等小气量 便是白痴也看得出来 不料 不料 竟还有这么许多人 看不出来 周一仙摇了摇头道 你错了 小桓 小桓恶然 道 什么 周一仙道 你前面说的都对 只是这最后一句 却并非这些人看不出 只是他们自己 看不开罢了 野狗道人在一旁听得糊涂道 什么看不开 周一仙向着周围那些 盘山行走的人们 看了一眼道 天下苍生 又岂能尽是愚钝之辈 只是生死关头 却不知有多少人 不肯相信自己 宁愿听听旁人安慰也好 我们为他们支点迷惊 所言所语 多半只是谈及日后半生 将比今日之处境好上许多 如此年载 他们付出银两 便也安心了 小桓忽然道 爷爷 你是真的从相书上说的 还是对他们胡言乱语说的 周一仙微微一笑道 嘿嘿嘿 我是 胡乱说的 小桓忽野狗道人 对望了一眼 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周一仙仰手望天 看着那幽幽苍穹 注视许久 悠然道 如此浩劫 可一却不可二 否则天道亦不容之啊 说到这里 他回头笑道 既然如此 这将来日子 自然要比现在不知生死的日子 要好得太多了 哼 我这也不算是说谎骗人吧 相反 老夫这一路过来 那安慰劝告了无数颠沛流离的百姓 那更不知有多少人在老夫的一番话语之下 重严生机 此灰复燃 此番功德 尤其是那些和尚道士 整日缩在寺庙之中 诵经念佛可以做到的 他伸手拍了拍小桓的头 一脸仙气 正义凛然 大有老夫悲天连人救世之情怀 独下地狱 挽救苍僧之悲壮 便是收了这许多白花花的银子 也是大义之所在 不收 不足以救人 收了 更是大慈大悲之所为的正气沧桑 他接着叹息道 唉 人生 真是寂寞呀 一时 悄无人声 四下竟是一片静默 周一先皱了皱眉 将眼光从高高在上的天际苍穹 收了回来 低头向四下看了看 喂 你们两个 找那么快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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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